那我们就来看家庭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 我们心里面那个家庭的图景在丰富 那家庭 我们这么多种家庭 那家庭的功能是什么呢 给夫妇提供可以生育的经验 可以有法律保障的唯一的性 然后可以有夫妇有可以一起生育孩子的经验 然后可以延续种族 这也是我们个体的人 其实我们也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然后人类繁衍的这样的需要 配偶之间可以分工达成合作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一些 所以其实如果是单身的家庭 我身边就有 然后其实他就会在 比如他生病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他那样的形式的家庭 就会给他有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如果有两个人可以有一些合作便利 维持代际的界限 保持平衡的功能和稳定的关系 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对普通人也许就划过去了 但是对我们做咨询工作的 这是我们工作里常常会遇到的 关于乱伦 一个家庭其实他有一个功能 就要维持这个代际的界限 所以禁止乱伦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秩序 那当我们在咨询里 我们遇到这些家庭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对整个家庭的那个 对个人对家庭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通过父母教育子女 可以把文化传承下去 辨识孩子 所以也就是说 父母也在为整个的社会承担着 在文化上去教育下一代的这种责任 而且我觉得这一步特别的重要 我想如果每个父母都很清楚 我们家庭的这一个功能的话 可以更好地做一些心理建设 我们要去辨识我们的孩子 什么时候成人了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说的低自尊就进入了婚姻 我们在家庭里 作为父母 作为家庭有个功能 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独立 要辨识出什么时候 他完全具备了可以成熟独立 有个体性的条件了 我们就要让他去展现 他的这种成熟独立的角色和功能 我觉得当父母更有意识的时候 就是那可能孩子就在更早的阶段 就可以实现这一步 那他就不会一下子所有的成长的需要都集中到一块 那这个最后也是我们中国很强调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年纪大了 年长的父母 然后将来孩子成年以后可以照顾年长的父母 晚年的生活 我想将来我们中国很快就进入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社会 那这个是我们将来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我们也要去尊重和考虑到这个部分 所以看到所有的这些 我们说的家庭的这些功能 那回来看你自己的家庭 你认为你的家庭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你觉得给你带来的益处 你觉得你在这个家庭要去承担的 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你可以来写一写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家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我们也在承担着付出的一些东西 关于这个部分 有没有谁有什么感想 或者是有什么思考 有什么问题 所以一下子从我们生活里很具体的 来跳到这样一个大的视角 来看我们的家庭 大家感觉怎么样 简单说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自己的家 对你来说怎么样 刚才在头脑里边 闪现出来的一些画面就是 就是这个家庭 好像有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太需要 在感觉最需要的时候 可能就是生病的那个时刻 就会感觉到身边有个人 是非常重要的照顾 就是在家庭里面 好像照顾的这个角色 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照顾的这个部分 如果去除掉的话 好像中国的家庭可以有更多的改善 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很多老人来给自己的子女看孩子 这个问题上 当我看到我的父母亲在我家 依然保持了他们在老家经常争吵的这样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有多次其实特别想把他们赶回去 回到农村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空间 可是感觉这个又无法说出去 又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可能是由于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才把父母请到这里来的 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不太需要的时候 但是他们也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 可能也不太适应在农村的那个低水准的生活之后 他们也不愿意再离开的时候 所以估计这个家庭就得有新的途径和方式 来给到彼此更多的心理空间 所以这个家庭的功能 我觉得在新兴人类的身上 包括九岁的孩子 包括很多孩子 他们觉得一个人生活就挺好 负担又小 那所以以后的家庭功能 还会有多少 我再思考这个问题 可能目前很多时候是出于 老人出于晚年生活要被照顾 然后小孩子小的时候 需要老人去照顾 可能这个维持了很大的一个关联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会分为更加独立的 或许关系会心理空间 或者是内在的那种深层次的一种亲密 或许会更高一些 我是在思考家庭的走向 而且有意思的是 好像在国外 他们进养老院的多一些 那我听到国外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他们的母亲90多岁了 离他们生活 就是自己独立生活 所以好像我听到的 他们一般不是跟年迈的父母 在一起生活 我听到的 就我的一些朋友 还是挺少的 那可是现在呢 好像我的感觉呢 老人在心理上 因为我们现在跟老人工作多一些 老人在心理上 其实特别需要 跟家里人有那种滋养的支持的 可能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还反而没有那些需要 但是越到年纪大 就像你刚才说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其实好像需要有一个伴 如果我们都好好 觉得没办也没什么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 我爸爸妈的好朋友 叔叔阿姨 那个时候就跟我说 你们年轻 其实他自己经历 他就说 年轻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 对方真的没所谓 我觉得他说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身体也很好 我也有能力 对不对 好多方面我不觉得我对谁有需要 但是真的年纪大了以后 彼此的就是那个夫妻关系 在心理上 生活上的那种关照 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说跟子女的这份情感的和身体的这个关照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在想 可能我们未来 比如说过去我就会觉得 哎呀我得想办法 等我老了以后 我怎么安顿 我别给孩子 因为他们他是独生子 他不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 当父母有状况了 我们还可以有兄弟姐妹都可以搭把手 他们要照顾两方的那个压力很大 我们怎么样让他们减少压力 可能一部分我们会去考虑 但是多多少少 你会觉得情感上很多 你还一定会跟孩子会是比较亲密的 所以也许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视角 但是你年纪大了以后 比如我再去看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想 跟我三四十岁的时候想法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像你说的 也许真的要有一种创新 不是说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空间里 你看很多人就很聪明 住在一个小区里 不在一个屋檐下 彼此都可以有关照 经常见面 但是又有各自的独立的空间 是一种发展了的 新的那种生活在一起 互相关照的形式 谢谢 好 我想说家庭的功能 真的那个情感的纽带 因为刚才家庭的定义不也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那个情感的纽带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刚才我也在想 其实好多服务性的 甚至家务性的 或者大家配合的 只要花钱都能解决 就是我甚至刚才也有在想 那情感上的可能 我们找咨询师也能解决 但是但那个过程又不一样 因为它毕竟是我们交换来的 对于孩子和老人 他们可能会更需要体验到那一种 有人就他只是无条件的来陪伴我 然后和我在一起那样的感受 然后可能对于我们就是中年人 或者他可能社会上的事物 或者是他需要旅行的功能太多了 有可能这方面就没有那么的关注 反倒是我会在想 因为也会看到我周围有一些家庭 那个真的是情感的纽带 反倒是没有那么的连接的很紧密 就是我刚才就会在想 那怎么样让家庭这个功能发挥的 更明显一些 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方面的 大家不是在意的 其他的那些分工啊或者什么的 对那些分工在社会上 现在已经给到很多的支持了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部分 就特别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支持一个生命的升级成长 这个关系是最肥沃的 这个情感的关系是肥沃的土壤 这样的情感的滋养下 生命才好 真的去成长成熟 这两个人是肥沃的土壤 这两个人是肥沃的土壤 这两个人是不幸的 那一位是肥沃的土壤 这些是肥沃的土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